上一堂课我们提到了 提到了做一位菩萨道的修行者 我们要从事于社会苦难事业的救济 也就是精寡拔困 我们能做的我们就不要去推辞 那另外也就是我们真正的重责大量就在于 如何把圣人的毅力尽我们能力之所及 弘扬于外 让更多的人在接受到正确的理念以后 他能够自我修正自己的行为 念头修正的行为没错了 就不会要苦苦要去承受 所以修菩萨道不可以偏于先天或者落于后天都不可以 要两者齐头并进 这是我们激功老师跟我们迅文里面开始的 那我们在激善篇里面 要先定义到一个大原则方向 就是什么叫做善 我们过去在研读六度波罗蜜的时候 记不记得有一句话叫做五度如芒波罗如也 布施持戒远入精进禅定都是好事情 可是如果没有智慧作为前导 我们的布施都可能会做错的 譬如我们讲你在财布施的方面 你用错的方向在助纣为虐了 譬如说我们在持戒 你像一些外道持一些不必要不该有的戒律 还自以为洋洋得意 严格要求自己 结果反而让自己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走偏方向了 这个所谓的持戒持偏了 就譬如过去印度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时代有所谓的外道 他们有求吃什么 持牛戒 持狗戒 就是要求自己 要像牛狗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不能够像人一样的 好像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那牛跟狗的生活不是很克勤克简吗 那你认为这样的结果很好吗 一定会趋向一个很圆满的境界 佛陀就讲 你持狗戒持牛戒 将来就去狗道跟牛道 那禅定呢 禅定是让我们恢复清静心 理念则清静 结果我们听从一些邪师的引导 在禅定当中 我还要看到什么 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 知道过去 能够知道未来 这个心不清静 隐磨入窍 走火入锚 结果走偏了 所以你没有智慧 连禅定都是有问题的 那精静呢 阿纳律不是曾经很精静吗 佛喝斥他的时候 他七天七夜不睡觉 发大有猛心 最后眼睛弄瞎了 我拿阿纳律来做例子 不知道尊者会不会生气 各位浅显 这个就是被剥弱为浅 没有为浅导 你过度了 太过了以后 反而伤到我们色身肉体了 你看古德的时候 他们在闭关 他是不是从两餐变成一餐 然后从吸的 从干的然后变吸的 饮食习惯做调整 都是慢慢的把它调到后面 最后进入到断食 所以做任何事情 一定以波罗作为我们的前导 也就是以波罗来作为我们的依据 我们在行五戒的时候 才不会错用了一片好心肠 那善也是这个意思 他在经里面在讲 有益于人是善 有益于己是恶 这应该就是引用中风禅师 所说的话了 对别人有帮助的是善 对自己有帮助的是恶 可是这一句话 我觉得还要特别加注 与别人有益的时候 你还要看有益在哪个区块 别人喜欢赌博 然后常常被地下钱庄追着走 他死性不改 你一次拿钱救他 两次拿钱救他 其实你是把它导引向一个更大的火坑 终有一天你没有钱去借他 因为你能力做不到 譬如别人要拿钱去堕胎 譬如别人跟你家借刀借绳子 他要制裁 你难道在借这些工具之前 你不要看一看对方的心态精神吗 能够跟你借的都是你的亲朋好友 路人甲路人蚁跟你借 你会借给他吗 所以你借任何东西 你都不可以太贸贸然了 你要了解他拿这个东西 他背后的用心是在哪里 所以这有益于人世上 还要看你是行在哪的善 但是一个有益于己是恶 这就是千真万确 做任何事情都先考量个人的利益 得失摆在前面 那这个即便你行善 他也不是一个真善 所以有益于人 则欧人利人 骂人皆善 这就点出一个了 我们修行人在教导孩子的时候 你当老师 你可不可以骂学生 你可不可以打孩子 看你的动机 如果你把孩子 学生当成你情绪发泄的一个对象 很对不起 你是错的 你当然不可以 假如我对于这个孩子 对于这个学生 我必须要纠正他的行为 但是再多的温元软语 得不到警惑的力量 我就必须要打打他的小手心的时候 那各位前嫌 你打他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但是你出手要有什么 要有轻重之别啊 看你的动机 其实什么叫做对 什么叫做错 都看你最原始的动机在哪里 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前嫌 也提醒我自己 人看的是一个结果 天看的是你最原始的出发心 就是你那一点 你那个心从哪一个角度出来的 所以如果有意于己 敬人理人皆恶也 这个就是奇语 什么意思 逢阴拍马嘛 说了那么多的温元软语 那么的理尽你 无非希望透过跟你建立良好的关系 博得我个人一生的利益啊 其实这在世界的口界里面就是奇语界 最容易看到这个 那后学是加一句话 趁信者为善 被于信者为恶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如果你趁信 趁信就合于良心本性 他一定落在善的一端 你违背了良心本性 他就属于恶 譬如最简单 自信无我啊 你既然无我 又怎么可能在处事的时候 会蒙生有益于己的动念呢 所以用这两句话 是不是他的标准 就显得更为一个完美了 那在七善篇里面提到了八善 这个八善就谈到了智慧的重要性 圣人看待事情的角度 跟我们凡夫是有天渊之别的 很多我们觉得好的事情 在圣人的眼里是可笑至极的 我们觉得不好的 圣人认为是可取的 他最大的差一点就在于 你我是以我们的主观意识 作为判断事情好坏的标准 圣人看的是他本有的智慧 所起的那种妙用 他看的事情 他不是着眼在眼前 他更能够放眼于未来 他看事情的角度更为辽阔 他考虑的方向层面更为广大 所以圣人在判断善恶对错 是非好坏的时候 他的尺度跟你我是有截然不同 我们先来看 什么叫做真善跟假善 真善跟假善就是利人跟利己 我如果利人 这就是公 这个就是真 我如果仆图异己之私 这个就是假 这个就是不好的 还有我们起心动念 要做一件善行 是从我的心出来的 从我的真心出来 然后我没有任何的企图心 在这个时候 连那个财富是得富贵的 妄想心都没有 只是单纯的一个想法 万物与我来处是一 所以人力己力 我同理心的展现 想想当我在落难的时候 我希望别人帮助我们 那当我在一切境遇平顺的时候 我有能力 我就应该要去帮助别人 你是用这样的心态 去行善的时候 它叫做更新 它是从你真心所起的一个作用 那什么叫袭击呢 一样化不如啦 别人说你来做吧 做就这样好事啦 想一想 哎呀 这样够减做啦 各位前嫌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 会有一个想法 够减做的时候 其实那个叫做袭击 我们做任何事情 应该都是全力以赴的 我们付出的力量 都是尽我们的全部的 尽力量是不可以去评比 不可以用我的力量的大小 跟你的力量大小 来决定谁多谁少 这是错误的 量力而为嘛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能力之内 从良心里面发出了那种悲悯之心 想要寄人于为难当中 缩短人家痛苦的一个过程 这些都叫做更新 都是从心里发出的利人之善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呢 只是敷衍了事 OK啦 你叫我做 我不做不好意思啊 那我就随便做一做就好了 聊胜于无 这个叫做袭击 袭击的过程就容易产生后遗症 什么意思 有怨恨性 我早期在我的 就是霍学刚学到的时候 有跟一些朋友 那个时候还没有进道场 读了很多地域游记 天堂游记啊 就发觉做好事可以上天堂 那霍学对那个流浪汉 有特别的一种感情 因为我看过好几次流浪汉 在外面那种流离失所的样子 所以霍学就找我社区的朋友 我们两三个人就去买东一 后来好像进到戴德也做过 还拜托复原佛堂 我忘记是哪一位前行帮助霍学 买了什么睡袋之类的东西 我都忘掉了 我记得曾经做过这些事情 那后来我们买好的东西 当然一定要送到 我知道台北市的无业游民 那个时候登记有案的有420位 那次候选去做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啊 那我们就买了一些冬衣过群 人如果发心要做善事 协助你的人真的很多 就会有一些人告诉你 去哪里可以买到 比较便宜的工厂批发 质地也好 送到那边的时候 那邻居就有人讲 哎呀这个人穿的都西装笔挺 还来领我的东西 就觉得心有不甘啊 好像白白把这个钱 花到我不该有的对象身上 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到服务站里面 跟那边的志工在谈 我就发觉 你看到有一些人穿的 好像这样子的西装笔挺 其实那是他的生活惯性 多半这样的人都是中年失业 比如说他是一个企业主 小公司倒了 可是要再去找其他的工作 高不成低不就 别的公司也不要用他 他要再重新东山再起 又无力 然后养不起一个家庭 就在一个家里面觉得 很难以立足 自己自我要求 他就放逐了 好几位都是这样子 他就每一天到那边领个便当 然后如果有能力 他就帮别人做一些事情 我就记得我们车子 开到那边的时候 他出来帮我们搬那些衣服 我几天以为是志工 结果才发觉他是流浪汉 所以我们永远不要用我们看到一个外向 就觉得我今天做了这个善行 好像做错 你忘忘 不要忘了你的动机 你的动机只是希望帮助一些流浪的人 免于那种寒冷所带来的压迫而已 那有人需要不就是你要去帮助的对象吗 你管他穿什么呢 这个叫做真不失不怕假和尚 那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你只要一跟我讲 下次我就不找你了 我绝对不找你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心态不对 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 你做了该做了 事先该有的评估都考量过了 你就不要因为某一些的画面出来 你的那种热心肠就冷却下来 不要把别人都想得那么邪恶 坏人没那么多的 第二个 端善跟取善 端善谈的还就是你的根心嘛 你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 是想帮助别人 是一股爱人之情 这个叫做端善 这个端就是正直正派的意思 正确无额的善行 就应该这样去做 在了凡事序里面 举了很多的故事 或许就不再引述了 再引述你们今天就不用下课了 你们就自己看里面的案例 你们把这些东西 能够明确的认识 明相什么意思 然后你们自己放你们的心得进去 它就比较能够 所谓的 让人感同身受 何谓取善 取善就是一种魅士之心 或者做一些事情 他并没有一个周全的设想 所谓的玩世不公 这是什么 态度上的一个不专重 其实态度的不专重 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袭击者假吗 所以这个真善假善 跟端善取善 其实还有某些雷同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反正只要注意到 凡事只问自己的心念 你是落在哪一个区块就好 做任何的好事 我们要自己负责 做错了任何事情 我们也很难辞其咎的 好坏都由自己在负责 那别人说什么 都不在你的一个考量范围之内了 第三个就是阳善跟阴善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 为善欲人知 他就不是真善 他就叫做什么 叫做阳善 阳善是唯恐天下不知 最常在佛堂上讲的一个小笑话 就是有人用无名寺 在庙里面捐了一些梁柱 然后呢 大庙盖好了 在落成典礼那一天 这个无名寺就带了一堆好朋友 到庙里面去观光了 看到庙的一个富丽堂皇 这无名寺就开始介绍 第一个就引到大庙这个地方去 你看这个大庙的梁柱 有用吗 对吧 大家就看哦真的呢 四个大梁柱在这个 这个店大店上面撑着有没有 一看我这个人 做好事怎么都写无名寺啊 他说你们就不知道 写无名寺就是 师父在你讲 做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 这样讲得比较大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无名寺就是我啦 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啦 各位前写 这个就是你到底是阳善还是阴善 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道场上这种笑话不是常听到吗 你认为真的有人做事都是讲阴善吗 后学就跟你讲良心一句话 早年地藏庙刚建的时候 我还没有走道场 然后他会他会募款 什么一粒砖还是怎样就一片瓦片多少钱 我就把我的笑话跟你们讲 那后学当时就拿了五千块 用我先生的名义去捐那个瓦片 后来地藏安建好以后 他在大门进去就有一块很大的石碑 上面写着功德主方明录 我告诉你们 哇他姑息就在他落成的那天我就去了 我就跟那个无名寺一样 但是我不是写无名寺 我是有名有姓落在上面 我就第一个找 五千块磕在哪个地方 我如果没有研究道理 其实我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反复 也不用笑那个小典故 现实的主人王就在你的前面 然后就很津津乐道 就常常提醒我先生 你的命运如果有变好 就是你母带你做好事 整世人做他一项好事 你就觉得功德无量 然后那五千块也不太贪 是我先生的薪水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我一方面要扬名立万 一方面还不忘记要提醒我先生 你真的是三世有积德 烧到一个贤妻进来 可以帮你改变秘密 我们真的如果没有一直在研究道理的时候 确实我们也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我就是这样做嘛 后来在一段时间以后 就开始明白了 左手行得善不要让右手知道 这两只手都在你身上 左手做怎么可能右手不知道 他是告诉你 你做了该做的事情 做完了你就放吧 你不要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学到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地藏安 看那个方明录 也不知道那个石碑换了没有 那在那之前呢 三母是走去那个地方 站在那个石碑前面看一看有没有 洋洋得意 所以义理真的是可以进化我们的 所以阴善就是为善不予人知啊 你不予人知 你不要担心你做的东西 老天不知 人知道与你没有什么好处 顶多拍拍手 想生过去 与你没有任何的利益 可是当你不予人知 天知地知 老天还给我们的是连本待利 那那个什么 那就叫做功德无量 所以言冤言夫子也讲嘛 无法善无私 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 不要张扬自己的功劳 人皆有所短 人皆有所长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也不用羡慕别人 你也不用嫉妒别人 你觉得别人有长处 你跟对方学就好 就把那个不必要的嫉妒心拿掉 羡慕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不会因为羡慕别人的记忆 你就具备了 也不会因为你嫉妒 别人就不会了 那不过就是小人往回小人而已 所以我们认为他会的东西 是我们所欠缺 而且是我修行必要的 我就学习嘛就好了 所以同样的义礼 散布在各教经典里面 连基督教的马太福音都有 我也很庆幸 早期曾经在基督教学习过一段时间 所以圣经有些东西 也记在脑海里面 我做一个比较合格的 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学习 还是走进道场以后 才能够对各个中门一个普行恭敬 这个是我们很感恩的一个地方 第四个 是善非善 这个就相当严肃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一般比较难以当下判断 我做的到底合不合于善 论起来都是利人啊 利人是善嘛 对不对 然后真的从我心里出来的 那从根于心的也是善啊 可是为什么行出来之后 落在圣人的眼里 他不叫做善呢 就举了两个最切实也为我们所熟知的例子 他就谈到了子路 子路在路上碰到人家溺水 子路就跳下水里面把对方给救起来 别人感谢子路的救命之恩 就送了他一头牛 您不要小看牛哦 农业社会牛是最有用的 算是一份大理 子路就把这头牛就接受了 就牵回家了 我以前刚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枉为圣人的门下 对不对 施恩忘报 你把牛牵回家 别人就没牛了 大概孔夫子会骂他一顿 结果没有想到 孔夫子听闻到子路做了这件事以后 还加以赞美 好像孔子的道德观不太如我 比我还差哦 妙的是 在后面又看到一个典故 叫做子共熟人不受惊 在鲁国当时他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法规 就是假如你有把一些落难的人 在别国做这个所谓的奴隶的时候 你碰到了 你出钱把这个人赎回国来 赎回国以后 你可以向地方政府去申请 你花了多少赎金 政府就把这笔钱就还给你 他最主要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国民 在国外里面落难 我想他的设定这条法律是这样子 那子共就有这个机缘 在外面就救回了几个鲁国的奴隶啊 可是呢 他回来以后 他没有接受地方官府的一些 所谓的赎金的偿还 他不接受 我们都知道 子共在孔夫子的学生里面 是相当有钱的 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也是口才相当好的人啊 那这个人真的是有没有 为善不欲人知啊 觉得孔夫子应该大大赞了一番 却没想到孔子听到以后 对于子共反而大肆批评一番 原因在于哪里 一条命 牛的命跟一条命 人的命跟牛 你问 我问你 如果你要去择选 你一定选自己的命 每一个人都看重自己的生命嘛 当生命受到危难的时候 如果有一份激励 大家就勇于去救人 虽然他是重赏之下 有勇夫 那最起码还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去救人 就不会让一些可以被救活的性命 白白断送掉 这是孔夫子赞美子路的原因之一 就是即便有一些人 他是基于利益 他最起码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挽回了一条性命 他会带动一股社会的风气 这很像我们 我们台湾应该有一条法律 叫做我们如果路不时宜 把钱送到警察局 然后施主好像要拿出十分之三 给捡到的人 我记得有这么一条法律 现在是不是有改了我不清楚 过去就是 比如说我捡到一百块钱 我送到警察局 合奖是调的 他去拿着引这笔钱的时候 他应该要掏出 我有权利要求 你也三十块要还我 那要给我 因为我捡到 我记得过去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定 不晓得我有没有记错了 他就是鼓励大家路不时宜 不要捡到东西据为己有 但是也鲜少有人还要要求人家 你要给我回证的 他的用意是在这边 就像我们在讲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子路去救人 子路救人的话 也会带动这样一个善良风气 那子共他不接受政府的一个补助 他的经济是许可 他可以做得到 他可以视钱财如粪土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样子 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把钱看得那么淡 当你先在前面 你拒绝接受表扬的时候 拒绝接受政府赎金的一个补偿 后面人就不要了 为什么 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 你虽然是好事 但是你不可以去做 因为你一旦做了 会带动后面的人 他会有压力的 当他无法承担那个压力 他就干脆选择 我就不要做就没事了嘛 那不就让更多的国民 在国外去流离失所吗 所以圣人评断一件事情 是对是错 是好是坏 他不是看眼前当下 他看你做件事情 他的影响层面有多广 如果你影响的层面 眼前看起来是好事一桩 后面会后患无穷 他就认为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子共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隐忧啊 而子共刚好相反 他会带动人家勇于救人的一个风气 所以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 在面对这一件 这两件公案的时候 我敢讲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会跟我当初那种 比露的心态一样 觉得子共不值得一顾 枉为圣人的弟子 觉得子共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多半的我们智慧没有开 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够周全 也从这件事情就看出 我们做事要不要仅仅慎行 不要妄断是非好坏 很多事情不如你眼前所看到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就像夫妻之间 像很多人与人之间 或许前面有讲过 看似这一生一个受虐者 好像他备受欺凌 可是经书讲 你这一生的受欺凌的弱势者 过去生他是强势的 他是强势他欺凌人 所以这一生老天把他的角色一变化 让他亲自去品尝一下 被人家欺负的感觉是怎样 那我们千万也不要这样想 那今天我如果欺负别人 就是因为过去生你欠我的 你如果这样子违法欲为 错解圣人的意思 那就自负其责 第五个正善跟偏善 这个是善心行恶事正中偏 然后恶心行善事偏中正 其实讲正善偏善各位前嫌 还是哪一个比较好 两个都好 但是终究而言 还是我们一般 以我们凡夫而言 我们还是以善心去做善事会比较安全 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够周全 这些是对于一些有智慧的人 他能够把一切的善行 剖析的这么明确 那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做的行为 我们应用这些圣人的言语 然后跟自己的行为去做配合 把自己的过错给他弥补过来 我们都要看自己的心念 凡夫的人还是用正心行善事 他是最妥当 满善半善就是住相不住相 不住相妙行无住三轮体空 内无能师的我 外无所施之物 还有所受的人都没有了 该做的事做完就放了 这个叫做满善 圆满无缺 半善就是住相 住相就是让我们往生得到什么 人天福报 这些有书里面的例子很多 后续就不一一加以举事了 加解释的话时间耗太多 如果你们要举例子 把里面的故事放到这边 那也可以 你们有一个八善之变吗 一个里面举一条故事就好了 然后择其要者而说之 千万不要王大娘缠脚步 拖拖拉拉一大堆 讲故事是择其要者 精简 画龙点睛就可以了 这样做一个对称 方便别人讲 什么叫正善 什么叫做偏善 比如讲那个宰相 他的居心是善的 结果带到了结果有没有 得到的结果就是 他要与人为善 要宽容带人 反而让别人的那种 就是那种恶心有没有 觉得好像更敢胡作非为 终于有一天有没有 别人饶不了他 他的命就断了 这个就是有所遗憾的地方 其实这个叫做养庸为患的意思 大善小善 小善就是我们讲的 后天的一些的救济的社会活动 但是你不要看小善 我就不去从事了 社会的志工有其必要 如果每一个人到海滩去捡捡垃圾 扫扫公园 不是减少很多国家的人力财力的负担吗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宣扬一个正确的理念 不要随地丢垃圾 那不就是彻底解决这些脏乱的问题吗 所以这些后天的志工善业 它虽然多 它都叫做小善 什么叫大善 大善就是有没有 你能够真正彻底去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前面讲过 人之所以遇到这么多经济的一个困难 心理生理跟物质上的欠缺 都来自于过去生 心念的偏颇带动行为的一个插作 所以这一生要承受那个结果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佛法 尽可能的往外去弘扬 各位前嫌 那不是减少很多人犯错的机会吗 那你能做多少 它都不影响它是大善 因为你能够彻底去杜绝一些不幸的事情的发生 这就是大善跟小善 你行的大善 严格来讲 弗度众生 佛陀做的以天下众生为己任 那现在即便没有做到那么多 它也叫做大善 因为它既然是你的愿力 它在你多生多节来人世间学习的过程里面 你会本足于过去生所立的愿 这一生继续往前行进 去圆满你自己过去生所说的话 第八个叫难善异善 难善就是难守我能守 我人我东西不多 但是我还别人有需求的时候 我乐意与人去分享 这个是最为难的 我有时候一直在思维这里 假如我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只剩了一条裤子 别人有需求 我可以把我关在屋里 把那条裤子给别人分享吗 假如我真的只剩了一个饭团 没有这个饭团 我就会没有命 那我乐意把一半给别人分享吗 我会不断的问我自己 所以各位前你就不妨考量你自己 当我们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状况 都没有碰到 我们都游刃有余的时候 可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呢 我反而不做了 那就是义善 义而不为叫做自暴自弃 那义善是你能够去做的人 能够做你去做 那是在理所当然不过的 所以永远不要在行善的过程 去看别人做多少 自己做得太少 你如果在数字上去区分多根寡 你就完全曲解上天的意思 每一个人在能力能做的范围之下 愿意割舍自己的一部分 去与人分享 我都觉得那个叫做难行 能行 它都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只是面对我们自己 我们要更加的严格要求 我们能给人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给人 或者我们能给的多 但是我们不愿意给那么多 各位前嫌 那就枉为上天 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给你 你不善用 来生 你就没有 周立盘头不就是一个栗子吗 一个三藏 三藏的法师 最后落到五百世的 阿达 阿达就是连自己的姓名都记不得 那为什么 就是曾经赋予他 这么好的一个 讲经说法的能力 他就为了明文立养 不甘于别人学会 会站在他的前面 超越于他 所以他讲任何东西 永远留一手 他耽误了多少 那个法师会名 就埋下了他 五百世鱼痴的一个国报 这个才是智慧 那如果财不失呢 不也一样的道理 财如水嘛 水如果不流动呢 他就是 死水就会发臭 但是舍财舍财啊 你要逐步的扩张自己的信念 我们曾经说的 出口即是怨 学学们一定要注意这句话 你出口即是怨 不论人前人后 你说的他就是怨 你说了你没做 那就是被信了 这是我们季工老师 在讲仁义理智信念 特别提到这一段 第二个 我们在积善篇 看过了八善 善得有这么多的定义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来看 要如何行善 道理就很简单吗 重点在于 爱尽存心啊 有成人之美 前面说过 即便我做外面的三师 我都做不到 我有一个乐见人好 希望别人能够早日跳脱那种困境 那也叫做一种爱尽存心啊 那如果有能力呢 那如果有能力呢 共襄圣举 或者劝人为善 劝导别人为善 你自己也是一个福报 不要怕 好事别人做了 跟我抢了 好事永远不嫌人多啊 最好越来越多的人 来从事这个行列 可以解决很多弱势族群的 现实的一个困重 所以有的是一些志工团体 你也不要小看他的力量 也不要看清了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的一个什么 举足轻重啊 所以我们肯定自己 我们也找出别人 他的优点之所在 有这么多的志工团体 才能够救人为己 心见大力 舍财作福 护持正法 敬重尊长 爱惜悟命 各位前写 这些都叫做行善 爱惜悟命 我们现在改变饮食习惯了 楼宇尚且不敢残害他 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吗 我们一直讲到 孝顺爱人之心 敬人之心 你把他发扬光荡 就是敬重尊长 所以这些所有的范围之内 如果我们看过 太上感应片 或是文昌帝君英志文 其实你都可以 统含在我们道场 所讲的三世之内 每一个人就衡量 自己能力之所在 能够做的 我鼓励各位前写 您尽量去做吧 因为我在民国84年 曾经看过的一篇 讯文就讲过 早晚有一天我们身上的钱财 会变成像粪土一般 为什么 通货膨胀带来的后遗症 你们有觉得今年通货膨胀吗 还有今天百业萧条 因为疫病的问题 我告诉各位前写 早就通货膨胀了 你不自觉而已 我每天在吃那个 那个黄豆的豆类制品 我最有感觉的 那个原物料涨了多少 那因为经济的问题 很多的收入 锁的人并没有提高 所以我从过去 所研读的一些东西 在经书里面看到 我都发觉 它在一点一点的有妙 从而引为 你要小心才能观察出来 后来几乎腐蚀皆是 所以与其这些东西 到最后变成一堆粪土 善用吧 把它善用就好 没有叫你舍得一无所有 善用 善用你就要衡量 你怎么样去做 才能够把它做得圆满 最后我们进入到谦德篇 谦德篇是我们最耳熟能详 也却往往是我们 比较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先谈 什么叫做谦 怎么样的一个行为 才叫做谦德 其实谈谦德就是 我们对自己的才能 对自己的一个成就 不论我们多么的有智慧 我们多么的多才多艺 我们都没有那种 自负的一种感觉 就像我们在道场 行了很多外王的功夫了 但是我却觉得自己好像 从来没有为这个道场 去付出过什么 这些都叫做谦德 一个人如果没有谦逊的一个态度 你就不能持营保态 大学里面讲嘛 君子有大道 必交涉而失之啊 你没有谦德就是骄傲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解说 我们来回头看 谦逊的定义大概不外乎这三点 第一点 我有能力跟别人去抗衡 但是我选择不必要 我选择不这样去做 刚刚不是谈吗 当你别人在委屈你的时候 冤枉你的时候 你想一想 没得什么好辩白 所有的是非公道 天在定夺 你有什么好辩白的 这个就是谦德的一个流路 第二个 所谓的谦德 并不是消极一昧的退让 谦德才是最积极的一个态度 修学佛法 圣人教我们 怎么样用正确积极的态度 去解决人生当中的疑难杂症 如果我们把我们错解为 我们借着修行 逃避一切自己该去承担的责任 逃避一切所有的困难 我闪躲开来 那你进的绝对不叫做佛门 圣人从来没有这样子教我们 各教圣人都是教我们 如何运用佛法 去解决生活里面所有的挫折 所有的困难 凡是必有前因嘛 把那个源头找出来 对症下药 并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谦德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 第三 你要有真财实血 所谓的谦德 前面就讲过 你有能力抗衡 但是你选择不用这样强者的姿态 在别人前面去呈现 我有那个东西 那个才叫做谦虚啊 你像后学讲 哎呀人家找你煮饭 哎呀不好意思 我没要我没要 很对不起 这不叫谦虚 这叫做老实 这是把事情的真相行诸于外 我本来就没要吗 你硬要把我推上去 打鸭子上架 你是强人之所难 你就让我漏掉 对吧 所以这个就不叫谦虚了 你真的很会 别人说都想到你 哎呀没有啦 我也没那么强 别人也是很会 但是别人还执意要你的时候 我们就欢喜心去承受 谦得也不是说 哎呀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我没有那么会啦 那个叫做虚位 后面会告诉你 他有一个尺度的 超越了那个尺度 那个就叫做虚位啊 所以千万要把谦虚 跟客气两个字要分开来 这两个的修养程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用牵挂来看 因为我们在讲谦德的时候 常常会用 易经8864挂里面的牵挂做解释 每一个挂里面都有算 都有恶 都有不足的地方 唯有牵挂 挂挂摇摇有没有 都是这么吉祥如意 你看那个牵挂 因为我没有办法画那个 画那个所谓的摇出来 画那个昏挂啊 阴摇或者阳摇 你们如果看阴摇阳摇就会了 尝试过很多次 我觉得哎呀 如果等我把它画好 大概我又写了一本了凡事讯 所以那就不是25分钟 给我练7个小时这么简单 可能要3个7小时都弄不出来 我觉得我放弃 反正你们也没有人去研究这个意经 在牵挂 它有上下两层 每一个挂都有上下两个 对不对 上摇是昏挂 下摇是更挂 什么叫昏挂 昏挂就是代表我们妇女 代表大地的一个德性 你要逆来顺受的 代表你德性的一个厚实啊 那什么叫更挂 更挂代表山啊 山会动吗 不动的 它是什么意思 把这个昏挂 更挂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牵挂 它是告诉我们 一个真正有牵得的人 他外表是很随顺 很柔和 所谓的随顺众生啊 他外柔 但是内方 他内在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的谦虚要有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准则的 不是漫无止境的 牵挂到后面 我什么我都不要做了 那就不对了 他还有一个方寸的 那各位牵挂 你就看一看哦 我们通常是什么 我们通常是外方内容 表面看起来 自己很刚正 很无私 我们曾经有同修道办 问后学 某某人是不是 真的很刚正 我就笑了一笑 我说哎呀 修道人不要随便批评人家 我说你讲的刚正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解释一番 就笑一笑 自己观察 外表看起来很刚正 里面完全没有一个形式的准则 那个条件标准会因人而异的 那个就是刚好 跟牵挂的意思相反 那个叫做随波逐流 我们一般人就是表面上 就装得好像堂而皇之 我很有正气 我有所为有所不为 把我们的方写在外面 可是我们里面有没有 其实没有标准 没有方向 没有定界 可是一个有牵挂的人 是我外面 我能够随顺众生 和光同城的意思 不标扬标举自己的高高在上 不去保扬自己的好像 清高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把尺 在外面我韬光养晦 我和光同城 我随顺众生 可是一件事该做不该做 那个尺度我心里很知道 这个叫做外容内方 这个叫做牵挂所要 隐含的真正的含义 这样的人才能够得到善终 所以牵也不容易 不是解释一个谦虚而已 所以后觉引一经上 来跟各位勤贤衔补充 谦虚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 毅经有讲 天道亏盈而亦迁 天道就是 天对于那些 就是太过的人 我不要这样讲太过的人 我举个一个简单的例子 月亮到了十五 是不是满了 就圆了 十五之后呢 就是慢慢缺了 缺到几点以后 又开始慢慢满了 懂了吗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当你觉得自己很焦德 一满的时候 老天就不再给你东西了 当你觉得次处 真的觉得好像 有那种谦虚之心 自觉不如人 老天对你有一份关爱的 地道便淫而流迁 用水来形容 水在这样子往前行进的时候 他遇到有坑洞的地方 他是不是填满了 然后继续往前流 还是说他看到有坑洞的 他就这样流过去 坑洞照样坑洞 我继续往前走 他会不会把那个地方的坑洞都填满以后 他才继续前进 对不对 这个叫做便宜而流迁 代表那个坑洞的地方 好像他自觉不足 那大自然运作就是 把你觉得不足的地方 我会帮你补齐 这样的一个义理 在道德经不是用射箭来做比喻吗 都是在形容 先受益满招损 神鬼神害淫而浮迁 其实这个害淫不是他要居心害你 他如果居心害你怎么叫做神呢 就是鬼神他要庇佑的人 他要赐福的人 也是给那些谦逊的人 当你趾高气昂的时候 他也对你完全是无动于衷 他就不管你了 所以人道恶淫而好歉 这是与我们最有一个直接关系 你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喜欢跟那些谦卑的人在一起 还是喜欢那种锋芒毕露 全身是刺的人在一起 所以我常常在课堂上提醒大家 一个最容易检点自己的方法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人际关系就决定了你修行的好坏 那骗不了人 虽然我们不敢说众口硕精 就是一个事实 但是人的趋向就是 你越谦卑 别人越容易靠近你 当你觉得浑身都是刺 目空一切 目中无人的时候 没有人喜欢在你旁边受伤害的 久而久之 别人能闪多远就闪多远 夫妻关系如是 两代关系 手足朋友 同修盗伴都是一样的 所以当你周遭的人 你愿意亲近的人 或者其他的邻里亲戚 都对你有一种 近鬼神而远之的心态 各位前显 那就表示我们身上出问题 从来没有人修到修到 所谓的六亲不认的 别人不认你 不是你不认别人 他是有问题的 所以千尊而光 卑而不可欲 君子终也 就告诉我们人要懂得谦卑啊 你愿谦卑才越显出你什么 你心性的一个高贵跟亮节 不要认为你谦卑 别人就敢欺负你 不会的 一个有道的君子 就是谦公和爱 是你一定要具备的条件 所以谈到谦德 他就是象征了什么 象征我们每一个人 透过大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实时告诉自己 不要太智德意满 不要太骄傲了 否则我们在修到的过程里面 就很有可能功亏一篑 因为人一旦骄傲 就无法接纳别人的一个建言 这是一开始就说了嘛 旁边为什么没有善之士 因为你表现出一副态度来 你们对我的规劝 我一概不接受 那你不接受 别人就收回来 如果一次两次 第三次还有人在劝你 让你生气 那真的不是你的错 那是劝你的人 没有带眼睛出来 所以他才会失言嘛 所以别人怎么样 我们没有条件管 我们也不需要管 我们问自己 所有圣人意理 都无非是让我们 时时刻刻念之在之的 调整我们自己啊 所以这些都是用什么 用白话的翻译 把刚刚《易经》上那段 文言文解收出来 这就是方便你们回去 看资料的时候 不要看到这文言文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啦 后面都帮你解释出来了 这个叫做为善 就必须要什么 不要留下一个后遗症 所以我们提高德性 你要德性要提高 你要能够明辨是非 刚刚讲嘛 真善假善 全善半善 端善取善 对不对 要让自己的善 圆满无缺 各位前贤 你必须要有智慧呀 才能够当下判断 这件事情入手的方法 还有该做以及不该做 所以我们在学到的过程 你立的志向要很远大 但是你着手的功夫一定要悲 要卑微 这个卑微就是从近处去着手 所以过去跟前贤分享儒家的思想 谈到八条目就是典型的告诉我们 由内而外 由近而远 从格物置之 诚意证心修意谨 到最后齐家治国平天下 往外去 无远佛界的去推广 所以自己如果不能小德川流于玉身 你就不要妄想大德能够敦化于天下 因为你做不到 我连自己进化的能力都没有 我怎么能够去影响到别人 人真的不要觉得自己做的错事 好像都别人不知道 我今天在跟我们合奖师分享一件事情 一些人犯的错 十万八千里次犯的错 传传传居然传到了后学这个地方来 跟后学查证事实的一个经过 我都论住了 我就更为谨慎小心 我就常常曾经提醒我自己 你要处在外面的环境 你要把每一个人都当成 是你耳后会遇到的道情 所以你现在的言谈举止 一定要谨慎小心 莫要以为别人不知道 你就胡作非为 终究 很多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扬天下 我是不能够举具体的例子出来 因为这就太缺德了 也无非是告诉各位情形 很多地方真的要谨言顺行 我们时时时刻刻有一个谦卑之心 那有一些错 是不可能犯的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德性 越来越高明 就必须从一个最卑微的地方去入手 从我们自己身上 去调整我们自己 第二个 要特别跟各位前贤提醒 我们既然谈到谦德 也必须要去划分 什么叫做信心满满 什么叫做有没有 这个所谓的 招损的意思 所谓的满招损 就是你觉得太骄傲 太自满 信心满满跟自满 这两个之间是有差异性的 就像我们讲谦德 跟虚位是不一样的 虚位我都没效 我都没效 我都没效 那是虚位 有些地方是真的虚位 有些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好到没有原则 那也叫虚位 它有一个原则性在那边的 所以信心是代表自信 那后面的满招损是自大 自以为了不起 自以为高人一等 自信会让我们在休闲的路上 步步往上去提升 所以它带来的效果是正面 自满自大呢 那就一定是让我们日渐 往下去沉沦 谈到谦德 可以引用王凤言行录里面两句话 我们既然要回光返照 找出我们自己 为什么不能够千功和矮 对待别人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 你老是张眼看别人的不断 举目所见都是别人的不好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眼睛往外放了 第二个 仗师 这是王凤玉先生讲的 仗师就觉得 我比你了不起啦 所以我为什么要 屈就于你之下 这个就是骄傲的一个由来 所以当我们不能够很谦卑的对待 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就细细往里面去找 我们可能有这两种心态的 其中的一种 那多半是两种坚而有之 因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钻脚 钻减人家的不好来看 夫妻的对应也是这样子 你们都不要把它定位成 哎呀朋友才会这样子 夫妻也是这样子 两代也是这样子 手足也是这样子 同修盗办也是这样子 我们处事的一个惯性 会让你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 你改变了你的角色 可是你的模式不会改变 因为你的思维还是那一个 所以在一个地方犯的错 我们找不出针结简直所在 你很容易在其他不同的时间空间 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 你会犯相同的错误 所以一再强调 要改变行为 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思维 那要怎么样去改变呢 培养自己千功可矮的态度 反其道而行就好了吗 找别人的好处本来都看别人不好 现在开始学习看别人的好 你学习看别人的好 或许还真讲一句话 这个世界还真的没有一个坏人 只有你找不到好处的人 是你的问题 严格来讲 套一句这个社会上的笑话 我们的眼睛有业障啦 所以你都看不到别人的好处啊 是不是 所以下一次如果想要说别人不好的时候 就提醒自己我眼睛的业障又犯了吗 我的业力这么大吗 所以你把他方法调过来 以前看人家的不好 现在看人家的好 以前觉得自己志得意满 好像全身没有任何的缺点 你回过头来专挑自己的毛病 所以我们季工老师在信文讲 你用自己看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什么意思 你看别人不是很严苛吗 条件很严格吗 看得到别人眼中的刺 看不到自己眼中的凉啊 然后用自己看自己的眼睛来看对方 什么意思 我们都有宽容自己啊 我就是这样啦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拍的呀 我们不是面对别人给我们指证 我就会常讲 哎呀你也知道我吗 我也没什么恶意呀 那你都这样的话讲出来 别人还好说第二句话 打折折棍算吗 就不说了嘛 所以在批评自己的时候 永远有一个宽容的尺寸 老师告诉我们 你反过来就好了 所以人如果把中述之道推展到极点 见天下人皆无罪过 所以他又回到我们前面 放大心量 缩小自我 我们才能和光同城 那是这一堂课 跟各位前显分享的一个课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